身在监狱还能虐杀千里之外的各种高层人士 被暴头的受贿法官 被炸死的腐败律师 被轰上天的贪污警长 命运不公便和他斗到底 恶人之命 由我不由天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犯罪动作电影 守法公民 影片开始 男主迈克正在家陪女儿玩耍 突然两名劫匪闯进家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遗弃门棍打倒在地 劫匪把他绑起来后 不但将他家的财物洗劫一空 还把他的妻子绑起来肆意侮辱 更猖狂的是 看着迈克绝望的哀好 绑匪却说了一句 你没有办法与命运抗争 之后可恨的劫匪 居然连迈克还是幼虫的女儿 也没有放过 完事后更是当着迈克的面 将他的妻女残忍杀害 没过多久 两名罪犯被抓定罪 但让人慢慢没想到的是 法官不是迈克的证词 最后的审判没有丝毫公平 没杀人的同伙被污蔑顶罪 判十年死坏 而杀死他妻女的胖子 则出卖同伙 利用关系只获得了十年的监禁 庭审结束 家破人亡的迈克在法院门口看到 自己的辩护律师与胖子庭外握手 作为小小治安警员的迈克 怎么逗得过手眼通天的胖子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 复仇的种子在迈克脑中深深种下 很快十年过去了 到了那名顶替同伙执行死刑的日期 他被绑在床上 旁边有三个执法人员 都是为了确保 他能迅速且无痛苦地死去 然而最后一阵下去 同伙却倾尽抱起全身亏烂 那种剧烈的痛苦 使他足足喊叫了一个小时才死亡 眼前的一幕可谓触目惊心 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傻了 明明机器没有问题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警方立马检测药剂 才发现 麻醉药不知何时被换成了硫酸 硫酸瓶子上还赫然写着 斗不过命运 另一边 那个胖歹徒看着同伴惨死的新闻 冷漠地发出阵阵嘲笑 可他不知道的是 噩梦同时也缠上了他 突然胖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说警察要抓他 让他赶紧跑 胖子急忙看向窗外 果然来了好多警察 于是他立马开溜 跟随电话的提示 一步步躲过追捕 然后来到一处工厂 看到一个正在睡觉的警察 他夺走警官的枪 胁迫他把车开到电话中 神秘人所说的废弃仓库 紧接着便打算杀人灭口 然而正当胖子 想感谢电话里的神秘人时 自己的声音 却从警官电话里传了出来 原来警察是迈克伪装的 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胖子赶紧开枪 可枪却伸出无数毒刺 刺入手掌 他被麻痹了 迈克一脸得意地告诉他 这种毒素只会让他动弹不得 但感官认知依旧存在 换句话说 等待胖子的将是一场痛苦盛宴 复仇开始 迈克将胖子绑到一间藏库内 拿出各种道具 然后一一给胖子介绍 没把刀的用途 不过这还不够 为了确保胖子不会疼晕 他还给胖子注射了肾上线索 并且将胖子的眼睛固定住 一直保持睁开状态 之后迈克还在胖子上方 放了一面镜子 是的 迈克是向胖子 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刀刀肢解 胖子吓得脸色惨白 大小便失禁 想必此时的他 肠子都已经毁清了 十年前 为什么没有把迈克一起干掉 难道就是留着他 在今日 给自己做大卸八块的手术吗 如今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随后警方找到了仓库 然而胖子变成了25块 这场面就连从业十几年的老警察 威力也忍不住翻江倒海 很快警方调查了这间仓库的背景 发现拥有者正是迈克 动机一目了然 警方立马出动车队前去抓捕 可迈克却脱掉衣服 双手举高 没有钉点反抗的意思 更奇怪的是 警方还在他家里发现了 蛮屋的法律书籍 有些书甚至连专业律师都从未见过 不久 警方开始了审讯 说来也巧 案件的检察官 正是当年跟胖子握手的律师 尼克 尼克自认为是套话老江湖 殊不知 迈克的法律造诣早就登峰造极 一回合盘问下来 他的每句话都承认了罪行 但每句话却都不足以定罪 尼克忍不住质问道 你究竟想干嘛 很简单 迈克说道 你不是喜欢跟罪犯谈条件吗 我今天就要跟你谈谈条件 他张口就一张松软的床垫 不是席梦斯的不要 不够软也不要 只要答应了他 他就认罪 这也太嚣张了 尼克当场拒绝 离开审讯室后 尼克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他知道迈克是在耍自己 然而男人还来不及思考这些 便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原来在这一天 尼克的小女儿收到了一盘录像带 里面正是迈克 虐杀胖歹徒的视频 女儿当场吓哭 挂断电话后 尼克立马告知局长 但局长却说 录像中的迈克戴着面具 不能当证据 没办法 尼克只好同意 跟迈克做交易 没过多久 一张崭新的床垫 被送到监狱 犯人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发出了嫉妒的呐喊 到了法庭上 尼克向法官控告 希望让迈克永远不得保释 这时迈克却从容起身 开始为自己辩护 他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 让全场心服口服 再加上确实证据不足 法官只能无奈地判他无罪 不料已经脱罪的迈克 居然开始嘲讽法官 说自己明显杀了两个人 却因为一通胡扯 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 迈克指责法官 和那些逍遥法外的杀人犯 蛇属一窝 法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想起了十年前 就是自己判了胖歹徒 尤其徒刑的 心虚的他立马改判迈克有罪 可没人注意到 迈克脸上正露出得意的笑容 他究竟图个啥 尼克当即把迈克押回局里 想问清楚 可迈克却再次提出条件 明天中午他要吃上好的牛排 必须一点整送到 尼克十分不屑 你都定罪了谁还理你啊 迈克却反问他 还记得十年前 给胖歹徒辩护的黑心律师吗 如果不听他的要求 律师就会死 尼克吓得赶紧去确认 果真查到律师已经失踪三天 场面再次被迈克掌控 众人虽然不爽 却只能乖乖配合 然而第二天送牛排时 看不惯迈克的典狱长 却开始找岔 他让手下反复检查牛排 故意拖了八分钟 收到牛排后 迈克一脸惋惜地表示 真可惜迟到了 他交出了律师的位置 众人火速赶往 看到律师的手提箱 确定律师被活埋在此处 他们赶紧挖开泥土 但为时已晚 律师已经死了 死因是氧气用完 而死亡时间正好是八分钟前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没等尼克反应过来 愤怒的典狱长又打了电话 告诉他 迈克用牛排上的骨头 杀害了他的室友 等到尼克赶到 迈克已经被单独关进了一间小黑屋 尼克终于忍无可忍 只问迈克为什么连无辜的人也要杀 为什么在监狱里 也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 迈克懒得说话 不久后 尼克找到了一个自称间谍的人 他透露了一些关于迈克的消息 原来迈克曾是间谍组织里的军师 设计圈套作局 割空杀人都是他的拿手绝活 尼克突然反应过来 原来被抓进监狱 是他计划好的 他的目的就是割空杀人 尼克立马通知警局 但为时已晚 城市里开始迎来了 一场场精心布局的屠杀 有接电话被爆头的受贿法官 开车被炸死的腐败律师 甚至连尼克的助理 都在停车场被活活炸死 接着 他们的警长在扫墓时 先是被远程操控的重击枪打成了筛子 而后在一袭尚存之际 被一枚反坦克导弹 直接轰上西天 尸骨无存 战役克尼克终于意识到 整个腐败的司法体系 都是连克的猎杀目标 警方宣告城市紧急戒备 不仅实施消禁 还派出警车 直升机时刻巡逻 这一切竟然是为了防止一个 已经被关起来的囚犯 相比之下 尼克则理智得多 他通过调查发现 连克之前买下了许多仓库 其中一栋 就在他被关押的监狱旁边 但进入仓库 需要通过法律手续 到底要不要走法律途径 在拯救生命与法治约束面前 尼克选择了前者 尼克不知道的是 他在阻止迈克的同时 也正在被对方默默改变着 他撬开仓库大门 想要进去找点线索 可进去后 看到的一幕让他惊讶不已 房间内居然是监狱的监控画面 仓库里还有个密道 直通迈克被关押的单间 原来这就是他被关在监狱 还能制造事端的原因 尼克看见一张设计图纸 发现下个目标 居然是炸掉市政厅 尼克不敢犹豫 立马带队前往救人 在翻遍了整栋市政厅之后 在一个手提箱里找到了炸弹 问题又来了 这炸弹安装的十分专业 连拆弹专家都束手无策 怎么办 一咬牙 尼克做出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当迈克从密道回到牢房时 尼克已经再次等候 原来事情暴露了 迈克惊讶的同时 也有一丝欣慰 因为尼克变了 尼克的行为虽然阻止了他 但同时也违抗了 他想就此推翻的体制 迈克还想探条件 但这一次 尼克直接拒绝了他 我不跟罪犯谈条件 是你教的 迈克再次露出欣慰的笑容 看来自己做的一切 终于得到了回报 但下一秒 他还是拿出了引爆器 尼克苦苦劝他收手 可迈克不听 依然按下了引爆按钮 不想 预想中轰轰烈烈的爆炸并未出现 尼克反手将门关上了 原来他早就把炸弹转移到了这里 迈克微微一笑 他看着女儿给自己做的熟练 在烈焰中完成了自己的赎罪 影片到此结束 看完这部电影后 也许有人会对迈克的死感到惋惜 因为他的复仇 似乎没有完全成功 目的也没有达到 但铁哥认为 其实迈克的死 也是他自己计算好的 首先妻女的惨死 早已让他失去了活着的动力 他的目的并不是复仇后 继续勾祸人间 其次 先前间谍组织的人就说过 迈克的局从来都无人破解 一个小小的探员 有何能耐超过那些国际精英 再者一个神级的圈套大师 又怎么可能 在自己监狱旁边 安插一个那么明显的仓库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迈克那么明显的暗示 可那些司法人员就是不查 更不敢逾越职责去搜查 迈克虽然死了 可他却是那个最后的赢家 他曾经说过 他想改变整个腐朽的司法体系 复仇不是他真正的目的 让司法公正 不再照本宣科 才是他想要的 他的杀人陷阱 其实每一次都可以不用死人 但人们却被各种程序牢牢套住 不愿挣脱 最终导致大量无辜牺牲 在设计炸毁市政厅那刻 应该就是他的一项测试 他在测试尼克 测试他是否会按自己的设计行动 要么跳出司法体制的管束 要么看到更多人死去 还好 尼克最终没有让他失望 毫无疑问 迈克的做法是恐怖分子行为 他绝非正义 但就是这样的人 曾经是国家栋梁 是一个好丈夫 也是一个好父亲 他失去了一切 命在他眼中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此时再不去争取点什么 正义就真的会永远缺席 虽然这部电影结局有些悲情 但整体看下来还是相当爽的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 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